Ayo! Take on! Bine! Take on! Bine! Take on! Bine! Take on! Ayo!Fammy Bros! AK家庭兄弟 大家好 我是韋婷 Oh this is you crazy mother Yeah!今天到了一件我個人非常期待的連帽外套 Ultra Hoodie 來 就在這裡 這件是來自我之前有分享過的台灣品牌 Trenzen 哇 一講到這個品牌就知道 他們每次推出來的作品都是非常具有話時代的想法 而且非常注重功能跟細節 所以絕對是要好好的搭配一下啦 OK 那我先把它開起來 其實在我還沒穿過之前 我就有從他們的網站介紹去基礎了解過了 來看一下 你看這裡面不只有一件外套 其實還有像這個 你看到小包 這個小包是可以連接到這個外套上面的 整體來說我覺得它真的是一件功能相當完備的外套 基本上我認為它可以適應生活中所有不同的場景 所以在這邊我就安排了四天不同的行程 想要好好的實際穿搭體驗一下 OK 那這邊就先不多說啦 跟我一起搭配不同風格 體驗這件外套吧 GO 今天晚上約好要在市區吃飯看電影 我處理完工作後就直接過去 整體穿著是比較適合都會的成熟簡約感 因為這件Ultra Hoodie 它布料質地比較挺又帶有光澤感 我覺得是非常適合的 欸我們去頭上吧 好 為什麼 他剛剛 沒有問我要喝大杯小杯 他就直接跟我說 68塊 你要選哪一個 可樂 然後就出來這個東西 應該這是最小吧 這哪是最小啊 它是重量杯喔 它就是最小啊 你看它最小的包裡面長這樣 欸這個是中的 我買中的 小的也是很大 這個是 我完全不知道68塊 68塊的可樂 什麼杯呢 大家留言告訴我一下 在拍哪裡 台北真的很容易下雨 只是要出門在附近走走買點東西 下雨了又不想穿太多 一件好看的防水外套就真的很方便 而且這件Ultra Hoodie 不只防水還非常透氣 日常隨意穿著也非常舒服 像這樣簡單外出的穿著 也因為這件外套看起來更好看更俐落 OK那這邊我已經穿了兩天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全鎮這件Ultra Hoodie 有幾個我個人很喜歡的地方 首先大家要講的就是他們使用的這塊面料 一樣是來自他們自己開發 非常厲害的專利咖啡紗 而且這塊布料是有達到國際環保規範的喔 技術非常的強大 除此之外呢 剛剛有提到這塊布料的防水透氣功能 非常的厲害 基本上呢 在都會中會遇到任何天氣狀況 都是能夠應付的 甚至是飄著小雨的時候 穿他的騎機車啊 以他的防水係數來說呢 裡面的衣服應該也是都不會失掉的 我覺得像是在台灣北部這樣子 多餘的天氣啊 外套能有好的防水透氣功能 就真的很重要喔 OK那因為剛剛有提到他這塊 專利咖啡紗布料 所以我就想要先來好好的介紹 全鎮這個品牌 全鎮一直致力於打造科技身世裝 他們的核心裡面有三大元素 身裝美學 頂尖機能 永續時尚 而且品牌的創立之初呢 就是用機能西裝 Ultra Suit起家 如果還不太認識的朋友呢 可以看我之前做過那部影片喔 介紹我非常的完整 他們開發機能布料的能力真的非常強大 是可以滿足國際一線品牌的水準 所以當然呢 全鎮每款產品使用的布料呢 也都是為他量身訂做的喔 而且非常明顯喔 他們是屬於慢工粗細活的服飾品牌 不予大量的款式來打市場 而是做出滿足他們品牌核心的產品 才會完整推出 所以他們也有一個我個人很喜歡的標語就是 Dresswise 他們提倡 Buy better Buy less Dresswise 簡單的翻譯一下 你買得更好 買得更少 同時也就表示你浪費得更少 那當然也就達到了 穿得更聰明的這件事情 像今年的這款Ultra Hoodie啊 也是他們非常用心才完成的作品 OK 所以我們回到這件外套 來好好聊一下我個人非常喜歡的一些小細節 首先你看這個像袖口的地方啊 他手指這邊是可以穿進去的喔 像這樣 我覺得這個效果穿起來還蠻帥的 那實際上他的功用也是可以比較保暖擋風 有這個小巧思啊我個人是很喜歡的 那再來就是左手邊 他這邊有做一個透明視窗 很明顯就是讓你看手錶用的 而且他這塊透明材質是可以讓你直接點螢幕的喔 所以如果你是戴Apple Watch啊 像這一類的智慧型手錶也不用害怕 他使用起來是非常滑順的 完全沒有問題 接著我個人蠻喜歡的一點就是 雖然他是機能服飾有做很多的口袋 但是他整體的設計風格 是做這種簡約感的呈現 所以你看到他大部分的口袋都是暗袋啊 你看他正面呢 就有兩個拉鍊的口袋 左右邊也有各一個大口袋是可以放水平的 那你打開之後呢 內裡呢 左右兩邊也有一個大口袋 然後右手手臂上呢 還有一個可以放悠遊卡 放零錢之類的暗袋 你看口袋這麼多喔 有六個大口袋 一個小口袋 但是整體的設計感呢 還是非常簡約的 這樣的設計方式呢 在穿著搭配的限制會比較少 我覺得是更適合大部分人都能夠駕馭的一個款式 另外我這個版本是有選配 這個N System可以看作是 Ultra Hoodie的延伸配件 他設計了非常多的單品可以選擇 像是小包、背帶、卡片夾跟六角帽 那在這裡我特別推薦的就是這個小包 這個小包非常方便 除了可以用背帶直接背起來之外啊 如果你不想背的話 也可以使用小包上面的模組磁扣 直接吸附在Ultra Hoodie的腰間 像如果你今天只是要外出簡單運動一下 我覺得這個就是非常方便的設計 而且他的這些五金 都是使用德國Feedlock的扣具 品質非常好 來你看 這個吸附上去 唉唷 這個滑順的感覺 唉唷你聽這個聲音 哇 你現在身上也一樣齁 是拆卸跟拿取都非常的方便 而且這個小包跟這件Hoodie的整體風格 我覺得是非常相襯的 都是充滿機能感 但是非常簡約俐落的設計 好那另外講一下這個六角帽 他的外側呢 是使用全防水的材質 那在他的上顏側邊呢 也做了一個可以放太陽眼鏡的織帶 整體是非常實用的 而且他掛在小包上面的方式呢 一樣也是使用磁扣的方法 隨身攜帶非常的方便 好我覺得好像我有點講的太多了齁 沒辦法齁 這件外套他的功能就是有購買 而且其實還有很多小功能呢 我是沒有講到的齁 有興趣的朋友一定要點他的官網連結 去看一下去瞭解一下 OK那其實我還有兩天齁 大家應該沒有忘記吧 那就跟我一起繼續呢來看看 這兩天我會搭配什麼樣的風格吧 GO 今天我要回台南 是長途交通的一天 會帶一些行李 所以穿大的單品想要簡單一點 用Ultra Hoodie連接小包就非常適合啦 除了隨身小物可以很方便的放置 連比較大的寶特瓶都可以很輕鬆的放進口袋 今天在台南跟家人出來走走 是日常輕鬆的一天 穿上很好活動的寬褲搭配Ultra Hoodie跟小包 簡單好看 活動起來也非常方便 小包 欸!那這次天然穿搭體驗結束啦 我覺得Ultra Hoodie真的是一件非常實穿的外套 在使用上很多我喜歡的地方 像是防錘透氣啊 口袋很多 還有小包的串連等等 更重要的是 我其實是蠻喜歡這件整體設計 呈現出來的感覺 像我剛剛前面有講的 雖然它是偏機能感的服飾 但是它的設計風格呢 是這種比較簡約比較俐落的 這樣的設計呢 我覺得真的是很方便搭配的 喔對了 我穿的這件尺寸呢 是XL的喔 它這件的版型呢 做的比較合身一點 如果你穿平常的尺寸呢 我覺得會是比較成熟的那種 合身穿著方式 那如果你想要穿起來 比較輕鬆更隨心一點的話 也可以像我一樣 拿大一到兩個尺寸 這就看每個人穿一習慣啦 我覺得都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也都會是很好的選擇 OK那希望這個穿搭甜蜜影片 有讓大家更認識這件Ultra Hoodie啦 也希望大家多多關注 全鎮這個非常用心的台灣品牌 那一樣 所有的相關資訊呢 我都會放在影片下方的敘述欄 有興趣的朋友 不要忘記點開來看看啦 好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就結束啦 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追蹤麥君 我們是家庭兄弟 下次見囉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道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